歡迎各位有全面晉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肯德基在上海開設了第一家食物銀行 專門向民眾派發賣剩雞 這家食物銀行一開門不夠10秒 已經被大媽盲腸一胸 這件事在大陸有不少網民都看不過眼 狠批這群大媽貪得無厭 第二宗消息 上海公佈了 要在林海芯片區打造一個規模達到1000億人民幣的東方深港 在裡面主要是發展半導體的行業 究竟會不會成功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肯德基的食物銀行的盛況 較早之前 肯德基在街道辦的指導下 決定要將每天 賣不出的食物 放在一個雪櫃 給有需要的市民免費領取 而在昨天 上海市陽普區一家肯德基的食物銀行 剛剛開放了也不夠10秒 馬上遭到很多市民走到盲腸 當中更有很多是中年的大媽和長者 網上瘋傳一些短片 顯示 十多人圍著一個很高的雪櫃 各人施展混身解數 好 一齊向前勇劑 站在前排那班大媽 就很輕易地 可以將雪櫃裡面的雪藏雞 放入自己的袋子 但是站在後排那班 就只能夠伸場自己對手 一直不斷盲腸 總之拿到什麼就拿到什麼 其中還有手持拐掌的 掌者加入戰團 十秒鐘都不夠 整個雪櫃就已經是一掃而空 炸都沒得剩 現場就有一塊炸雞 在混亂當中 留在地上 無人問津 這樣的情況 當然就會令人嘆為觀止 不知道還以為這班人餓了幾天 好像餓狗搶屎湧 湧過去 實情 他們所搶回來的東西 都不是什麼高檔食物 只不過當日賣剩的炸雞 放進雪櫃 其實有什麼好搶呢 所以難怪 有不少的大陸網民 在微博上 都對於這班傢伙 是口誅不伐的 比如說 有人批評 他們完全拖低了中國的 國民質素 不過中國的國民質素 向來都不是那麼高 然後 有人批評 說這班人如果是搬得動的話 就連個冰箱都會搬走 事實上 這些人我相信純粹是貪得無厭 在貪小便宜 上海遠遠未至於窮到 連這些賣剩雪藏 炸雞都要搶一頓 只不過這班人 明知道別人免費供應 他們就不去光顧 得到別人擺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去搶 其實大陸全國各地 煩派這些什麼食物 或者是有東西派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這種態度 就是撿書行頭 慘過敗家 反正他們就不會 守規矩 走去排隊 絕對不會 每次都是這樣搶的 反正搶了回去才算 他搶得到 就覺得自己有多少的成就感 他搶完回去 不吃了 扔了他就一回事 實情 成龍 在十幾年前都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中國人就是需要管 所以現在這個街道辦的人員 事後就承認了 這個秩序安排 就沒有管理好 現在就要求 那些肯德基的員工 在雪櫃 就拿出食物 直接就派給民眾 另外又要求 他們在店裏面 安排一個 排隊的通道 維持秩序 如果輪候人數 超過了食物數量 就節農了 未來還會研究網上拿醜的可行性 其實這些安排 就有多少本末倒置 去得食物銀行 拿食物 理論上就應該是窮人 如果要搞網上拿醜 豈不是把那些窮人排除了出去 因為一個人窮起來 在大陸 就會連智能手機都沒有 如果沒有手機的時候 更加上不了網 那他怎麼拿醜 不過大陸那些東西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我們又再看看 上海公佈了 這個五年的芯片大計 將要打造 規模達到1000億人民幣的東方深港 究竟他們這些計劃會不會成功 其實凡親吹到多少千億 或者是那些什麼大計 通常 去到最後都是無疾而終 我們又去回顧一下 在99年2000年的時候 大陸就提倡了說要搞西部大開發 現在大家知道 西部仍然是落後於東部沿海地區很多 當時 在2001年的時候 時任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 還帶領了 接近200人的富豪團 去了 西部那處搞考察 還去了10天的時間 最後到最後 這群富豪原來只是給面子派對 完全是應付式地去 最後沒有多少個富豪 願意在西部 真正投資生產 當然 做得生意的那班人 全部都是聰明 他怎會願意投放大量的資金 走去這些荒蕪之地 做開荒牛才行 現在有風聲傳出來 就說梁振英 可能會競選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如果真是被他上位的時候 這班地產黨 就真是很嚴重 上一任的任期 梁振英都是想動這班人的 只不過外於當時的社會形勢 就配合不了 現在就什麼形勢都遷就他 如果真是由梁振英回窩成功 那班地產黨就出事了 除了西部大開發以外 還有一個叫上海自貿區 當時敲鑼打鼓 又說要吸引外資 又說在這個 自貿區裡面 可以對外聯網 說到什麼優惠都有齊 但是最後為什麼吸引不了外資呢 當時的報導所說 就說那些外資擔心一件事 一旦他們在那裡撤廠的時候 就會面臨著所謂的 強制技術轉讓 他們當然是不願意的 其實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很多香港那些商家 走回大陸那裡撤廠投資 他們其實那個遭遇都是這樣的 開頭當然是當你是上賓 因為你能夠為當地引入資金 你在當地建工廠 請工人 你搞活當地的經濟嘛 但是當你搞得差不多的時候 當地就會有很多人去抄襲 包括就是抄襲你的管理模式 抄襲你到底生產的流程是怎樣 當他抄襲了七七八八的時候 他自己有信心 他就自己撤廠了 那時候就一腳踢開你了 因為當那些大陸人在你身上已經學習了所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變成沒有利用價值 這個上海自貿區 就終於搞不定了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深圳前海 到現在都還在 但是 就被人發現 裡面的情況都丟空得挺嚴重的 當然就達不到大陸當初所要求的效果 現在就搞了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出來 做到一個群星拱照的效果 根本上這個大灣區就是為了催谷和提振深圳的地位而設 說就說9加2其實就是10加1 就是要靠周邊的省市來托起深圳的 之前都試過很多鋪這些什麼港什麼區 全部都是 不行的 當然其中一個很核心的問題 就是那些外國投資者不相信大陸那套所謂的法治制度 你那套就叫做陽光法治 就不是西方法治 現在按照這個攤路到底上海東方深港會不會成功 在上個星期 武漢弘芯就終於宣佈了要遣散所有的員工 這個武漢弘芯當初搞的時候就很架勢堂 說到總投資額是1200多億人民幣 是千億專案 現在誰知道可能是老千 卻搞到泡沫化 其實很早之前都說是搞不定的 現在卻連員工都遣散了 即是渣都沒有了 是失敗了 這些又是什麼千億規模的項目 卻搞到泡沫化了 打水漂了 現在又說要打造一個千億的深港 吹到要在2025年的時候 各種中國的芯片工藝要進入到國際的前列 而且還要引進培育一批國內外領先的芯片製造企業 年收入達到較高水平的設備材料企業和上市企業 人才方面就希望匯聚到2至5萬名碩士以上的人員 這些根本上也是假大空 你說要吸引外國投資者向你 東方深港那裏切廠 為什麼要這樣做 人家自己不懂得在當地切嗎 尤其是牽涉到這些敏感的技術 那些企業一定就是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就是擔心自己的技術的知識產權 是會被其他國家嫖蝕了 如果他信得過你的時候 一早都已經切了廠 不用開東方深港 其實日本的媒體 在昨天又爆了一件資料 就是 全球的二手半導體設備價格就是急升 為什麼 原來有九成這些二手設備的買家 都是來自大陸 就是說 大陸根本上很急需要這些半導體的生產設備 那些二手光刻機就不斷搶購 連這些技術相對落後的二手光刻機都走去 大手筆掃貨的時候 就證明得到大陸自身的技術都是很差的 經常說到那些芯片要自主研發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研發了出來的時候 你買別人的二手光刻機 你自己製造一步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到底這個東方深港成功的機會大不大 當然還要看看到底美國的反應是怎樣 如果拜登政府 他繼續 將特朗普總統時期那些針對中國半導體行業的 禁制令 繼續實施下去 就看怕這個東方深港也不妨碰到哪裡了 當然 到底美國會不會撤銷的禁令 就不是說拜登一個人說了算的 而是他背後 擁立他上台的勢力 願不願意在這方面作出放寬 但是看怕那些企業 一來他就要維護他本身自己的利益 二來就是 他們都不想 大陸 不斷迎頭趕上 他們都要維持著全球領先的地位 所以 放寬的機會就不是很大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